这次补选里面我们有不能输的压力 所以我知道我的责任没有办法回避 我的承担也必须要担负 所以拜托大家原谅王洪威 支持王洪威 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这次补选里面能够得到胜利 台北市议员王洪威精致在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以及台北市长当选人蒋万安的陪同萨 宣布投入北市第三选区立委补选 由于他29日才在脸书发文 表示自己不会参与补选 会全力支持其他有意参选的同志 结果过没两天就接受国民党征招 也让外界质疑国民党宁可背负骂名 也坚持要由王洪威出战的原因 因为王洪威是中山信义区 那这次的投票主要是中山跟北中山 所以我想他们应该是有看过大概的民调 因为我想想选的人其实也蛮多的 所以我觉得应该还是以正选为考量 就是陈胜这一集 这应该是王洪威大的优势 本届议员就职落在12月25日 王洪威2日宣布参与不选 也等同创下海威就职 就立刻转战立委的记录 让不少网友大酸 这堪称是台湾政坛最素女 并直言国民党始终学不到教训 而松山信义区的议员落选头 吴峥更痛批 王洪威选前韩抢救 选扣就落跑 把个人及政党利益 置于市民的信任与托付至上 不值得市民再一次托付 其实就是官场不好 因为如果说是当市议员当了一半 然后才去有补选的话 我觉得那可能相对正当性会比较高 这也是为什么王洪威 其实他内心是很想选 因为我们知道他其实 他想选这个立委也是想很久了 那这次有这个机会 但我认为他本来就不会放弃 只是说他也知道他这样正当性不够 可能会被选民唾弃 所以他一直很犹豫 那另外就是他这一次 如果立委没选上 他两年后再出来选 会不会又被人家指示 就是说 那你是一个落跑的市议员 这个东西当然他要怎么解释 就是因为他现在可能也没得解释 因为时间太紧 太紧了 对就是说 大家会觉得按你当选上 为什么又倒跑去前立委 就留点投机取巧 就是刚刚上任就落跑这种感觉 相较于国民党公布 补选名单后的纷纷扰扰 民进党这边则 由上一回仅以一万三千多票 以汉败北的吴一农 再次批挂上阵 而吴一农在日前 也已提出三个选举主轴 和两项竞选承诺 并主打环保全局 不挂看板也不差棋子 在这场补选中 以率先起炮 觉得上一次当然 他是第一次参选 然后就 讲话还是连任 所以能够使出一万三千票 是非常不容易 新人来讲 那当然我们知道 2020年内 主要还是 整个蔡英文的选情是好的 所以他也有某种带动作用 你说有一个母鸡在带动 这次他的劣势就是说 没有母鸡 而且民党之前是惨败 所以等于说没有中央的优势 或者来带动他 他的优势当然就在说 他比较年轻 而且他经过这将近两年多 大家也可以看出他的一个成长 还有他的一个 更为成熟吧 据了解他这两年多是 蛮积极在参与地方 在中山基的地方 他是很积极 有在走动 有在参与一些活动 我觉得这点来讲 对他来讲当然是 可以发挥他这几年清炮 继承的一个实力 那王鸿辉相对他跟中山 其实完全没关系 他现在连中山区 连里长里长都搞不清楚 所以他的起步就比较慢 针对北市第三选区的补选之战 台北市议员王世坚分析 王鸿辉问政火力非常细腻 能抓住市政重点 但这次参选正当性弱 而吴仪农上一届虽然落选 但持续留在当地激进基层 因此他认为吴仪农胜选的几率较高 大的一些眷村眷色 那地方是比较懒的 那所以说整个选区来讲 对国民党是比较有利 但是因为我觉得王鸿辉 他这次这样子 直接市议员相参选 就去选立委 其实会让很多人觉得 正当性不够 然后再来就是说 平凡的投票 那个投票率已经会下降 民进党这次在台北市惨败 我觉得会让民进党的支持者 更凝聚更加愿意出来投票 所以总的来讲 我认为会是比较有利于吴仪农 距离补选仅剩一个多月 国民党有输不得的压力 而民进党若是能抢下这一席 不仅对政党版图意义重大 也是从政士气的重要一环 这次选情如何发展 仍有待后续观察 记者黄信雅采访报道